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人在冬天在煮老白茶或者是说到老白茶可能都认为是寿美 比较高级的白茶比如说白号银针和白牡丹的 存到比较老的市面上很少 所以我们这款白牡丹应该说在老白茶里面 就是能够年份超过五年以上这种老白茶里面 它的等级算是非常高的 其实白牡丹是有分很多的等级 就是我们原来按照国家标准有特级一级二级 那现在的人已经搞不清楚特级是什么样子 一级是什么样子搞不清楚了 因为那个国家标准的查样已经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还是会我们会很多人会把白牡丹分成 比方说牡丹王 比方说二级白牡丹 那我们今天这款白牡丹呢 我把它定义为就是比较标准的白牡丹 相当于原来那个国家标准的话 就是一级的白牡丹 它是产次管阳 就是府顶的管阳 管阳的白茶有一个比较显著特点 就是管阳是海拔比较高 就是在府顶白茶里面属于是高山茶的 像我们这个白牡丹的话 海拔大概在700米左右 在整个府顶白茶属于海拔比较高的 那高山茶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内含物质是比较丰富的 香气也比较突出 然后呢就是回甘度 猴韵都特别的明显 喝它茶汤的时候 你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 它的一些 它的那种高山韵会比较明显 这跟它的产地是分不开的 我们在白茶里面 我们可以大致去分一下类 比方说我们喝瘦莓老白茶 我们主要的是喝它的醇厚 顺滑 然后你煮了之后呢 可能会有糯香 有枣香 去喝这样的一个特征 但是我们的白牡丹老白茶 它相对来说就不一样 因为它的原料更嫩 它有花鬼 花香蜜香转化过来 所以它的茶汤会比较甜 会比较润 所以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下 就我们这个 2012年白牡丹的 它的一个口感上面的一个特征 就是首先它是茶汤非常的甜 然后很润 当然也很顺滑 然后很明显的 你的回甘会更强烈一些 然后它的香气也是不一样 因为白牡丹 还是有很多的芽头在里面 还是有蚝香 如果它是新茶的话 会有很明显的花蜜香 但是经过了几年的盛放和转化以后 花蜜香会慢慢地转成 类似于像梅子香这种方向转化 那我们现在这个五年的 2012年的白牡丹 它的香型就是有隐约地 有这种梅子香的出现 说到老白茶 很多人都喜欢拿来煮 那白牡丹的老白茶 它又 我个人觉得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又可以泡 也可以煮 也可以闷泡 几种方法 你都能够很完整地 去品尝到它的味道 因为它的原料等级比较嫩 加上它又有一定的年份 高山高海拔的 它甜度比较高 你随便怎么泡 它也不会苦 不会色 应该说是个 价廉物美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老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